抒發人權方面 我們真的這個要在改進的地方 很大的改進的空間 當然要在這個 政治上也一樣 我們臺灣這個土地 政治上 大家在要求管理 我們的福利 我說福利女人半邊天 在座很多人流行 我們流行的參政 感覺也要不足 不足 當然現在這個內閣隔園 像日本 現在日本的安倍現在把這個 福利他們的隔園 提高到差不多這次的改進 再提高三成 要保障三成的流行 隔園裡面要有30% 都要是這個流行 他本人參政過期 他也是這種說 男人要過處 不可以出來社會 但是現在都鼓募說 這個企業機構 都一定要聘用流行 尤其是流行可以做很多 替代男人的事情 所以我說臺灣 我們也是在這個中間 我們也是要追求 這種也就是平衡 男女兩性平衡的這個 這個時代 要由法律來借頂 啊 政治上的管理 當然 我這說的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為什麼 不可以來決定自己 電影的公共事務 這個公共事務 就要那個高門檻 這個就是我們政治上的管理 最大的這個障礙 公道法一定要過 啊 我們的 立法尼一定要 立法尼還是都未來臺灣的國會 我們一定要制定那種 符合文明國家的這個遊戲規則 不能把人民的管理 都透過憲法裡面的犯罪 把你限縮人民的權利 這個政治的管理 我覺得這個東西非常要緊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投票 這個國家是沒有進步 也是沒有文明 也不是號稱民主啦 定屬服 我沒有投票 我們社區來投票決定 啊就要你這個 公民投票的委員會 用你的高門檻 來給人犯罪 我覺得都不合理啦 我的看法就是說 相對投訴就好了啦 相對投訴 就是這個人 10的人中間 我相對投訴 今天出席就八個 八個就差不多有四五個 都答應就好了 何必就給你喊這個 什麼三分之一提案 三分之一 再投訴 然後再來 人民還要過半 這個國家才有辦法改變 沒有一種事情 所以臺灣要再努力 我們的政治上的這個管理 政治上的人權 要相當的這個 我們大家要努力啦 台灣國家的這個國度 都會舒服人權 政經人權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要又來合法 來發揮啦 在這裡我想說今天 這樣 現在幾分 說一個收集 說一個 剛才也要一小時 很快 想說先大家 我在這裡先暫停這段時間 不知道有什麼想法 不可以跟大家互相勉勵 大家有什麼外地 大家握手 跟我們問一下 我們再來討論 好嗎 再來 好不好 好 非常好 趕快休息 要不要 沒有用討論的 請問 請 大家好 我是宜蘭州童馨 簡永和先生 我在這裡請問議員 我在1988年的時候 持中華民國護照到美國 美國海關問我 UFOAM 你從哪裡來 我說我從台灣來了 那你的護照為什麼 Repropriate of China 我就知道那時候 我就知道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 中華民國是一個空殼子 他是騙人的 既然是這樣 議員 議員您剛才講的話 我們都相信 我希望議員 不要再中華民國裡面的體制 跟他玩了啦 來台灣民政府 接受我們的華離 這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剛才在車底 我這個外地 我剛才跟鳳丸那裡 我在聽你怎麼說 台灣 Repropriate of China 都騙人 China 你說的就不對了 我說的是 Repropriate of Casino 都在拔 大家都在拔 拔未來 對不對 這個政府都做 做什麼 做企業 做菜 所以這個國家 是一個 是在白菜 Cheating 再來 Casino 都在拔拔未來 未來要怎麼拔 大家茫茫人 所以Repropriate of Casino Repropriate of Cheating 不是 Repropriate of China 沒有了吧 我們是台灣 對 但是 我告訴你 國民黨很厲害 另外這個 這麼重要 在台灣現在 這個黨 那些人還相信他 大家又說 賣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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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豆皮又賣給媽媽請求 豆皮又賣給國民黨 所以這個就拔拔了 大家 大家 財政都是拔拔 所以我們賣 Repropriate of Cheating 我們賣 我們要真的 Repropriate of Taiwan 我們要Repropriate of Taiwan 所以大家在這裡 我的心情跟大家一樣 但是 有一種 我們一些 我們一些思考 這大家 分進合集 這句話你們不要同意 也不一定 有人不一定同意 沒關係 這大家 可以討論 有時候要進去 這個目標 我坐這幫車 你坐那幫車 大家 共同目標到那個地方 各位邀請說 我進來加進我們的組織 我是會同意 但是 我的心都跟大家一樣 在台灣 我想說我可以 我可以在外面 再來換車 要不要進來 做一個人 可以再來給他 一些人 來進來 這個光靈 會更加 更加彈性更加大 我想大家參考 分享我的心情 為什麽 Repropriate of Taiwan 就要再下跌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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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黃 我叫黃瑞長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客家人 受到傳統的教育 所以說閩南語 也不會 就是閩南話也不太會講 我還是說以那個 就是說溝通的語言 就是來跟您 就是提一些問題 還有我自己的看法 你剛剛說 我們台灣民主 就是說 已經才二十幾年 在我的看法的話 就是說 自從林醫生 林秘書 打贏這場官司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台灣民主 在1937年的時候 在 就是說 日本 那時候 就有 叫我們說 有參眾議員 還有民主可以選舉了 所以說那時候 覆口普查都已經非常普遍了 那時候的生活環境 老一輩 我就是說 我祖父母那輩的時候 大家生活都非常的民主化了 所以說那時候 其實台灣那時候 在我感覺上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不知道對不對 那時候 我們就是非常的民主的生活 在一個非常安熱的 民主的狀態之下 後來之後是因為 外來政權的關係 那時候 那時候外來政權的 進入 那時候是外來政權 那時候是我同事之間 那時候是我同事之間 奇怪 為什麼台灣 在那個 我們就是說 非常 豐富外匯 非常發達的時候 那時候 財力 不管財力還有民生 那時候 非常的在國際上 國際地位上 已經非常的 那個 非常的好 非常棒的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 我們沒辦法獨立 那時候是我們在時候 非常思考的一個問題 後來之後才知道說 所有的一切的狀態之下 是因為 外來政權 這個外來政權 是我一個同事 非常明白的指 我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 他就直跌倒掉 他說是外來政權的影響 把我們這個切割 切割掉 切割掉這麼多年 在他們的環境之下 就玩這個虛擬的遊戲 在我看 個人的看法 是這樣的 所以說 所以說我剛剛也說 像那個議員 就是說 口才那麼好 而且對我們台灣的歷史 地位也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說 希望你更加 就是說 出去的時候 來宣導說 在我們現在 就是 最主要目的就是 讓台灣正常化 假使台灣沒辦法走出去 而且不太正常化的話 所有的政策活動 說實在都很不正常 那等於是說 你感覺很像很正常 其實 是不正常 也是感覺很不對勁 就是哪裡不對勁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 沒辦法 就是說在國際地上 有所認可 因為它是不正常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知道 它為什麼哪裡不正常 我們就是要從 把它導正很正常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活動 所有政策 才會算是很正常的 這是我自己的內心 剛剛說 聽到議員這樣的分享 跟議員分享一下 也希望議員 就是說 多多來支持 讓我們台灣 把那不正常 導致非常正常 在國際上非常正常的情況之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這個 我羅位 這個講 就是 我也不注意 這點比較小的 給你 抱歉 我現在 這個時候 是不是容我 就用這樣的 普通話 跟大家溝通 不好意思 你米南語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不然我就交叉 我就交叉 跟你做一個 大家溝通一下 正常國家 我們在李總統 他卸任以後 他在在職的時候 事實上 他其實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過那個時代 蔣經國交給李登輝的時候 事實上他阻礙是蠻多的 但是他也會用很多頭腦 包含說好博生這種 這種角色的 他把他請到 這個位置的 那個最高的位置 國防部長給他當 行政委長給他當 然後就把他摘掉 他知道這個是一個阻礙 是一個絆腳石 對台灣的進步 像這幾天他還在講什麼 說台灣人民的 命運要中國人來決定 他講這種話 站在這裡 站在這個土地上 他說台灣人民的命運 要叫中國人民來決定 那這種思維你看 所以李登輝早就看出說 這個人一定要馬上給他搬走 趕快下台 那時候很多人就走上街頭 逼這個好婆村 這個軍人干政 反軍人干政有沒有 所以那個階段 事實上李登輝也是 李登輝我在講說 我後來跟隨他的一些原由 就是他在處理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改革的阻礙的這些力量當中 他用很多頭腦 慢慢的把那個石頭搬開 那當然後來他也促成 在國民大會裡面還有兩派 一個是所反這個反 就是委任跟直選 有沒有委任派跟直選派 那時候他要堅持說總統要直選 台灣一定要有總統直選 才表示 表示說有人民的權利的存在 結果那時候就是因為委任跟直選 那這些像好婆村他們這些都是屬於委任派的 那後來像馬英九當時也是主張委任 他是委任選舉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人民直選 後來當然這個台灣人民很多有感受到 而且我們從事這個所謂的街頭運動 然後反軍人干政 所以把這個當時那種所謂直選總統 那個議題帶出來 那才有1996 那1996有選舉之後 人民的這個參政的那種熱情 就慢慢的加加到加溫加到2000年 那當然921地震 那個一震下來 那整個是台灣是就是翻轉 921就是1999年吧 九二一就是1999年吧 九二一的台灣的這個我們中台灣的這個 這個地黨 他擋一下之後 哇 政管就這樣恐慌 那就馬上政權移轉 那這個改革當中啊 我想李登輝他卸任以後 他馬上可以 很自然而且政權和平移轉給陳水扁 然後這時候啊 台灣還不是正常國家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要自憲要證明 那一段時間我都參與在這個改革當中 自憲證明我們做了很多這個活動啊 所以一定要把台灣的名字要拿出來 台灣這兩個字 台灣這麼漂亮啊 為什麼你都不改 所以後來阿扁他有聽到啦 他說要改我們也是要一步一步改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啊 我們的護照 我們的護照有沒有 中華民國護照啦 別說我們啦 我們是台灣民政務啦 我只是說 在中華民國護照 中華民國護照下面有一個台灣 就是那時候我們可以做的 允許的範圍 而且這個是啊 多數的立法院喔 國民黨佔多數 但是這個有一部分來支持 那有一部分還是反對啊 所以好不容易有這個 所謂的台灣的名字出現 這個在那個時候 都自憲證明的運動當中啊 得到的一些 一小小進步啦 啊事實上喔 所謂的這個 Republic China 這點部份是很辛苦的 大家這樣去把那些禁錮 做這樣掛掉 所以我們還是在 一步一腳印來處理 到2004年 手牽手的時候那個活動 不簡單喔 然後造就陳水扁繼續當選 啊當然李登輝的用心也是 在後面做這個 所謂的自憲證明運動 幫助了陳水扁 鄰居台灣人的這個 團結的意志喔 但是一做完這個當然 一任總統喔 一任總統四連啊 然後他做了兩任 這個台灣的民主政治喔 我們將來也要習慣啦 一個政黨做八年 當然做得好 做得好 所以台灣的這個民主政治 還要不斷的這樣輪替 做不好的人 做不好就下台 他就換人做 做得好 或者說讓他八年 再連任 不好的話 這個時候可以換 當然 很不幸喔 我們就是2008年 2007年 陳水扁的這個後來 後期啦 末陳水扁時代 有一些作為喔 被人家攻擊 所以變成那時候 有所謂的紅山軍的出現 紅山軍出現就是 導致喔 我們要推動 這些所謂的正民啦 這些正常化 國家正常化的 這些改革工程啊 就受到阻礙 所以 後來國民黨馬英九上台以後 哇 完全是民主退步啦 完全是復辟 專制復辟 全部一起來 所以 這方面啦 我們也感到非常痛心 大家要再露力 要再露力 露力當然 後來 秘書長 林秘書長 自身兄啊 他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對台灣的源頭 開始著手 開始著手 去打官司 當然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民主火花 台灣人民的希望 又展現 今天有這樣的一群人在這裡 這是我看的非常 非常欣慰的地方 好 謝謝 以上 要休息一下吧 休息一下 再繼續下列課程 謝謝 請 請 休息一下 不要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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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